同住家人的打滿三劑者 就是可以免居隔 零加期政策十七號正式上路 也就是說確診者同住家人 只要打滿三劑快篩陰性就免隔離 但這也代表未來將要跟隔離經 政策一變再變 讓外界質疑是在幫保險公司解套嗎 百姓一定是覺得不合理 因為依照目前產險業預估 每確診一人大約會有三人陪同隔離 假設隔離率百分之二十 等於前五大防疫險銷售最大的產險公司 將損失十八到三百億元不等 但興致上路後 各家產險財務壓力將大大減輕 不只國際產險跟進 城堡以一張違憲 富邦產險更將主意打到疫苗險上 也就是說除了投保同業防疫險之外 令投保疫苗險甚至有法定傳染病 給付項目的保單全都算是重複投保 讓保護全炸鍋 有網友怒批根本是富邦危險耍賴看富邦 更直言軍管會挺富邦輸不起 保險公司我們也是覺得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也是覺得信心受到傷害 是非常過分的 如果你不分青紅皂白呢 所有的東西都把它拒保了 那讓真正需要這個保障的人 反而求助無門的話 我覺得你就矫枉過著 第一產險 易平安專案核保條件 也跟著大漲彎 累計投保超過三張疫苗險 將不予承保 保險驗總總作為恐怕都讓民眾大失所望 三零七文中紀委 劉富慈台北報導